我今天帶著大家來參觀台灣世界紀表演 今天帶著大家來參觀台灣世界紀念會 出舉辦的一年一次的台灣世界紀念學院 那麼今年他們還特別邀請大陸的香港 新加坡的世界設計協會 來台灣通向盛取台灣世界中的展覽活動 那麼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展覽活動 讓台灣的設計能力結合建材 軟裝的創造能力 藉著設計讓世界看到台灣 那麼這次台灣世界設計中的展覽呢 也特別邀請國內的麗品兼曹首時代設計師 對建材 展覽空間來做完美的客製化設計 大家也覺得很好奇 會使用建材 加均 軟件需要有展覽空間呢 阿諾妮 跟著我們對了 首先 YOSHIKO 今天來的第一個攤位就是空氣清淨機的攤位 這是來自德國的交客 乍看這下還以為是暈響咧 沒想到現在的空氣清淨機還能做到如此的高大上 真的是太時尚了 聽說這隻爆紋的顏色還是全球限量的定制呢 YOSHIKO 也親自體驗 在自家也可以自行清理 真的是簡單操作又方便喔 跟大家分享 喔 我不懂的 他就更喜歡那可以刮掉 可以刮沙 我給你刮沙 不懂了 我想到我回家就被刮了 OK 再來我來到了對我們日常中最重要的水 這是德國 SYR雲端刺控全無形進水系統 經過這系統出來的軟水呢 不僅水龍頭一開就能馬上喝到新鮮的水 連洗手甚至到洗澡都會覺得讓皮膚咕嚕咕嚕的喔 沒想到在台灣也可以享受世界級頂級的好水喔 YOSHIKO的客戶只要買到中古屋 要裝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YOSHIKO拉皮 那拉皮這個工程是非常耗時的 但今天來看到這個鋁窗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它不用把舊的窗框打掉 直接做一個新的窗框來包住舊的窗框 簡單來說就是為窗戶穿衣服的新概念 不僅省時省力還讓這窗戶多了一個加長結構的支撐力 現場還有其他的窗型也有厲害的隔音效果喔 聽說可以達到35分貝級以上 現在台灣已經慢慢地邁入高齡化的社會了 而浴室是老年人最容易跌倒的地方 所以現在有了用做的就可以洗澡的浴缸喔 真的非常方便 真是銀髮族或有需要的人 或者照顧銀髮族的人的一大福音喔 延續高齡化的問題 那面對沒有電梯的透天處 如何創造無障礙的空間 又不沾掉實際的空間呢 這款無機房的真空氣動縮電梯 不僅能輕易地解決以上的問題 又兼顧時尚沒關係 我和同仁們也都親自體驗了 真的是非常好看好用 與大家分享 遊戲靠很高興能一起參與這個社會 不僅與同意的設計師們一起交流 還能看到很多新的建材 不僅顛覆傳統 也見識到科技及創意的結合 一天下來激發了Yoshiko許多的想法 實在是太充實了 已經開始期待明年的展出了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別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またね!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